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米老师童书会。 今天又到了我们齐先生妙小姐系列绘本的朗读时间了。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快乐先生,Mr. Happy, 英、罗杰、哈格里维斯,著,任荣荣,亦。 同去出版有限公司编译,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快乐先生 在世界的另一边有一个地方,那里的太阳比这里的热,那里的树有一百英尺高。 那里有一个国家叫快乐王国。 你可能想象得出来,快乐王国里的人每天都很快乐。 无论你走到哪儿,看到的全是笑脸。 快乐王国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就连花朵看上去都像是在微笑。 和这里的人一样,这里的动物也很快乐。 如果你从没见过会笑的老鼠,会笑的猫或狗,会微笑的蠕虫,请到快乐王国来吧。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住在快乐王国。 很巧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快乐先生。 快乐先生胖胖的,圆圆的,快快乐乐的。 他住在山脚下的一座小房子里。 小房子的旁边有一个小湖,附近还有一片树林。 有一天,快乐先生正在树林里散步。 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有一扇门。 门不是很大,但它确实是一扇门,真的是一扇门。 一扇窄小的黄色的门,千真万确。 我想知道谁住在里面。 快乐先生想,他转动了这扇窄小的黄色门的门把手。 门没有锁,很容易就被推开了。 在这扇窄小的黄色的门里面,有一段窄小的螺旋式楼梯,向下延伸着。 快乐先生将他那相当大的身体,挤过相当狭窄的门廊,然后走下楼梯。 楼梯转了又转,下了又下,转了又下,下了又转。 走了半天,快乐先生终于走到了楼梯的底层。 他看看四周,发现面前又有一扇窄小的门。 但这扇门是红色的。 快乐先生敲了敲门。 水啊! 一个声音说道。 这是一个悲伤而间隙的声音。 水啊! 快乐先生慢慢地推开那扇红色的门。 门里,有个人坐在凳子上。 那个人看上去和快乐先生一模一样,只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 相反,他看上去极度悲伤。 你好,快乐先生说。 我是快乐先生。 哦,是吗? 这个长得像快乐先生,却不是快乐先生的人,哼了一声。 嗯,我叫悲伤先生。 我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快乐先生问道。 因为我就是悲伤。 悲伤先生回答说。 你想像我一样快乐吗? 快乐先生问道。 只要能快乐,让我干什么都愿意。 悲伤先生说。 可是,我太悲伤了。 我觉得,我永远都不可能快乐。 他悲伤地说。 快乐先生很快就有了主意。 跟我来。 他说。 去哪儿? 悲伤先生问。 不要问。 快乐先生说着。 穿过窄小的红色的门,走了出去。 悲伤先生犹豫了一下,也跟了出去。 他们踩着旋转式楼梯向上走。 上了又上,转了又转,上了又转,转了又上。 最后,他们走到了树林里。 跟我来。 快乐先生再次说道。 只见他们穿过树林,来到了快乐先生的小房子里。 悲伤先生在快乐先生的小房子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因为生活在快乐王国,渐渐的,悲伤先生不再悲伤,开始快乐起来。 他的嘴角不再向下弯。 慢慢地,他的嘴角开始向上翘。 最后,悲伤先生做了一件他有生以来从没做过的事。 他微笑起来了。 接着,他轻轻地笑,咯咯地笑,最后哈哈大笑。 那是一个灿烂的,爽朗的,超级巨大的大笑。 快乐先生惊讶极了,他也笑了起来。 他们俩一直笑,笑个不停,笑得肚子直疼,眼泪直流。 悲伤先生和快乐先生笑啊笑,笑啊笑,笑个没完没了。 他们走到外面,还在不停地笑。 他们笑得那么开心,所有看到他们的人也跟着笑起来。 就连树上的鸟儿也开始笑了。 他们一想到有个叫悲伤先生的人狂笑不止,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 不过,这里要加一句。 如果你也像悲伤先生过去那样悲伤,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不是吗? 只要把你的嘴角向上翘就可以了。 试试吧。 玩。 好了,朋友们,今天快乐先生这本书我们就读到这里了。 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米老师同书会哦。 我们下次再见。